主流人像一大世界的跨年晚会和烟火 吸引了有60万人同场来狂欢 不过散场过后留下了10公吨的垃圾 而台北跨年过后 韩宝局的轻运垃圾量也有19公吨 比去年到数有减量了14% 而交通和行动数据方面 北街昨天总共是296万人次搭乘 而手机的数据流量暴增 LINE的传输量更是增加了三倍 高雄一大跨年创下60万人的新高 但是庞大的人潮也留下了板地的垃圾 一大出动了将近百名清洁人员 从元旦凌晨开始清晕垃圾 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 总计清出了10顿的垃圾 而在台北跨年之后 总量是19公吨 比去年要减量了14% 交通方面台北捷运 因为同时有新电线 淡水线 还有板南线 三线投入了跨年输运的工作 让搭乘北街的民众能够迅速回家 北街总运量296万人次 运量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还有跨年发简讯半年 使用网络发贴图给朋友的 行动数据流量暴增 总计民众发送了 简讯有1300万则 单单是LINE的传输量 就暴增三倍 相当惊人 十位博州莉莉台北报道